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啥事都特别的拖了 跟不上我的节奏 打个比方说吧 我们要赶车期间一个小时收拾 我基本上几分钟就能收拾完了 然后他就得这一件 这一件 这一件 然后还不停地啰嗦 我要不要带这个 我要不要那个 基本上一个小时剩下的五十多分钟 我就在那安静地看着他叨叨 那你不会帮他吗 他要带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是 女生啊 女生出门总应该就是装装衣服啊 化化妆啊 收拾收拾啊 跟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再说你当过两年兵 你的速度我肯定是比不上啊 咱再不说这个 就说我俩日常的 我去找他吃饭 吃饭之前我都会给他打电话 我说喂 起来了吗 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我说好吧 你穿衣服下楼吧 我去找你 然后你呢 那女生出门总应该换几套衣服啊 挑一个合适自己的 自己喜欢一点的 然后再出去 我从我们楼下来到他们楼就得几分钟 我还得在那儿等十几分钟 你就挑个衣服 你要走时装秀吗 我不走时装秀 我出门也给自己看的啊 等会儿呗 热呀 热 怕热呀 别人的眼光丑我我脸热 脸热 他们什么眼光啊 比较腼腆 就是这样 你站远点不就不丑你了吗 有点不 还有什么事啊 就这点事啊 不 没有 他事可多了 是他事多还是你事多呀 兄弟 你接着讲 你说我们约好一点去吃饭 吃饭出去玩去 都已经提前一天定好了 然后他呢 你说 就在那儿抹了他 不是 那个是有原因的 那个早上我们八点 我早上八点起来 然后当天有实验 我们八点起来去吃了早饭 八点半到实验室 我去做实验了 然后一直做到十二点半 我收拾收拾也该到时间了 但是我站了一上午了 总应该去吃个饭吧 多累呀 他呢 这假的吃一顿饭的时间 够我吃好几顿饭了 我就在那儿干着急 那够你吃好几顿饭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怎么吵着我吃啊 我当时是没吃 我就怕我吃了以后 跟他掰着不轻 他就得说了 咱俩不都一起吃的吗 时间是咱俩浪费的 为了留住真相 我都饿肚子了 牺牲自己的身体 哎呀 太可爱了 他们理工科的谈恋爱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还有别的什么大事吗 这都算小事 当初之前就算小事 他就是特别不会办事 不懂人情事故 有一次我们在三角门口 碰见我那几个老师 那是我的直系老师 不是 他让我去买雪糕 就是大热的天嘛 然后他妈坐车里 他让我去买雪糕 我去了 我去了 然后我就拿两块雪糕 我就出来了呀 然后我给他钱 那个人找钱慢了 那也不赖我呀 出来的时候 那个车开走了 老师的车开走了 我走之前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我跟老师在这聊两句 你赶紧去拿来 然后我赶紧给 他这可当好 我都这么催了 卖的四方步去了 出来的时候 还是卖的四方步出来 不是 这怎么了呢 这有什么毛病吗 老师车都开走了 走了 走了呗 我为了给老师送雪糕 我都怕我先把车拉下来了 待会儿我跟老师是熟悉 要不熟悉 都以为我是大姐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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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在意吧 反正姑娘做的也没什么错 在我看来 还有大事儿吗 兄弟 第一次 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她家 去她家 你说第一次去 好歹也得讲究点吧 高低就不让我代言 那你不行抽烟 你也不行代言 你抽吗 我是抽烟 你抽烟 我吸烟 然后呢 就不让我代言 不让她打小的 人家是有缘由的 因为事先应该和我爸和我妈说 要带男方回家 但是我跟我爸和妈约好了 就我们自己家一家烟 然后我就没让她带烟去 带烟去 就是瞅着她 一抽烟多不好啊 不是为了给我父母一个好形象吗 我们室友 因为买东西都是熟悉嘛 买的都是既廉价又实用的东西 比如说暖宝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是让她去给我参考一下 然后结果到那块去看了一个 在那块摆设的那种小爷 然后那也没什么用啊 你说你过生日 你就送点纪念意义的呗 我要给人过生日 我要送我就是 我送给他有点意义的东西 他一瞅 哎呀 这也是小吕给我送的 挺好 一下就能想起我 他倒好 选帽子 手套 你不给人买帽子 人冬天会把耳朵冬掉了吗 那我给他买是一份新意啊 他最可气的就是说 你买就买呗 你说带我去了 你给提点意见 你给提点意见 我给他提了 哎呀妈 你这眼光太老了 不行 你当我好几岁 咱俩有带狗 本来就有带狗啊 到四岁 能没带狗吗 我不当你几岁 我怎么关心你啊 我怎么照顾你 你说 你关心我吗 我 哪个不关心你 我怎么不照顾你了 就有一次我感冒了 然后你正好在外边吃饭 跟朋友吃饭 然后我让你带感冒药 你带了吗 你说让我带 我当时我想着带吗 你想有什么用啊 想着后来吃完饭 我就着急啊 我就着急忘了吗 那你忘了还是没放在心上吗 那我给你买不证明 我就是不关心你吧 那你忘了就是忘了 那说明你就是没放在心上 我就打断一下吧 当时谁追谁啊 他追我 你看我这么帅 谁追谁啊 肯定我追着他 你追着他 对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什么吗 出去过 出去玩玩得好吗 不好 你们讲讲出去玩的事吧 别让他讲我讲 你贫 你贫 我特别想听他讲 你反正挺矫情的 来 我们出去玩 合比出去玩五天 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吵架 就是能吵 基本上能吵十多次吧 那种 那你们谈什么恋爱啊 分手不得了吗 那他也不能怪我呀 你说你出去旅游 咱们去玩去 你穿个舒服点的鞋 穿舒适点的衣服不好吗 他都好 怼个大高位鞋 当当当走 跟人比 我比这个女生高一点点 我比他苗条一点 我又好看了 你说你爱美 就忍着 不到半天 受不了了 哎呀 我脚疼 哎呀 我脚疼 我就得去给买药 叮叮叮去买 放上贴 贴上 他得关心一下 我说 他不敢说人家 我得安抚人家 哎呀 我口渴了 我不愿意动 我说 他必须得我买水呀 我就得来回试问他 这个旅游的好 不是旅游 是我试问他去了 这都不说啥 就是人家去旅游 都是玩去了 照相啊 拍个景啊 他这可倒好 就大包小包 大包小包 你说你自己拿也行 都夸我 不要再说 那不就你拿包吗 人家去玩去了 都观光景 瞅瞅啥 他去 就嗓子 买买买 这个好看我要买 这个好看我还要买 就有一次 给我买鸡眼了 买回忍日宝 我都拿不下了 再到边看一个人 卖竹楼 这个竹楼好 我要买 我当时我就不乐意了 我合计啥 我说的 这个竹楼啊 这么大 里面肯定还得装上东西 上车肯定还爱睡 我都拿不动了 当时我就激眼了 我不干了 那去风景区本来就应该 买点纪念衣衣的东西啊 不买纪念衣衣的东西 去什么旅游啊 再说了 你说你不干了 你就可以直接走了吗 你说那么老远 他就自己一个人把我放那了 他平常是不是就这样 得理那个嘴就不咸着 就不咸 矫情 你同学有说过你矫情吗 没有啊 你生活里就是这么爱说 我生活里就跟他爱说 反正你一说起他 你就滔滔不绝是吧 对对对 我特别有话要说 哥们你跟他谈恋爱 谈了多久了 两年几个月 零几天吧 两年七 那你这两年七个月 零几天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我听着可真苦哎 开始的时候不这样 后来就是 就说我不关心他 就因为我俩一吵 就说我不关心他 然后还总怀疑我 我咋怀疑了 你说我这个长相多安全 你刚才可爱说你长得好 自己自信嘛 这次水平我还是了解 你听说我查岗嘛 天天就打电话查岗 像别人出的像都有事 都打电话就说呗 开始我就给我打电话 一打电话第一话 哎我查岗 我说我知道了 我一猜你就没事 就是什么时候打你 但是还必须得接这个电话 三月份我去实习去 我去山东实习 就不行了 这电话就是 不分时间段了 就开始 五数次的 就是就给你打 就查 我就查 就查你 查就查呗 那晚上就查呀 他晚上也给我打 那不是 那是晚上我给他打电话 你说一天都不打电话了 总应该给你打一个吧 晚上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睡觉 然后后来我过十分钟 我再给他打 他说他没睡觉 在外边呢 就因为这事 解释不行了 那你 那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11点了 你怎么睡着睡着 教育到外边了呢 11点了 正常的 我睡觉了 工作一天了 我正确还睡觉了 领导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们这批 实习生 写的太刺了 我现在 我不能让领导说完了 明天早上去动 我这是兴得急啊 我穿衣服我就去了 敲领导 帮助室了 我说 我说我改 然后领导 看我就挺 挺成蠢的 当天晚上 直接在那指导我 这可倒好 我刚一说 登 电话响了 我就摁了静音 领导还瞅我 说你要忙你就接 不大会登 又响了 我就给摁了 我现在这懂点事的 你说你平常查港 你就查呗 这时候就是人家 要不就睡觉了 要不就有事不接 记啥电话 登又响 不乐意了 给我发短信 今天你必须得 给我接电话 你不跟我接电话 咱俩就没完 不是 那你在圈里之外 你在山东 我在吉林 离那么老远 我知道你在干啥呀 你就是找借口 你就是想封作我 在学校的时候 他也查我呀 我带大一聚训的时候 我是聚训教官 从来我感觉 没这么关心过我 就问我 最近累了吧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你们连对女生挺多吧 然后就是 哎呀长得高不高啊 白不白有多少女生 我会在意那些东西吗 男生我都照顾不过来 就这话说的就虚伪了 然后就是 给我 哎呀给我去买奶茶 买咖啡 然后又拿纸茶 哎呀辛苦了吧 特意在我连兄弟面前就表现 哎呀辛苦了吧 他们咋不关我叫嫂子呢 我说我就得跟我兄弟说 这是你们嫂子 这还你说再自己连就行了 还得我夸着他亲密点 在哥哥连对面前就走 哎呀就得吵人家 然后还得给人打招呼 就证明我是你的吧 就是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是不是 那你数没数啊 数了 数了就说了怕什么呀 都认是挺不好意思的嘛 不是那咱俩相处两年了 两年你就遇见他一次军训 从早上六点站到晚上六点 我还不能去送我奶茶看看你啊 真矫情啊 哎呦 你们俩干嘛来了 我受不了他 你要分手是吧 对 你同意分手吗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除了续道这点 矫情这点对我平时都挺好的 他对你好啊 他有什么让你喜欢的吗 好歹也谈了两年七个月零几天 他当时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猛 特别可爱 心里比较善良 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对啊 他现在不可爱了吗 不萌了吗 不善良了吗 他变邪恶了是吧兄弟 开始时候他不这样 不哪样啊 我说他什么他都听啊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我跟他说 他也不听我的了 不听班长的话了是吧 搞得我就像个欺负一样 你也自己有这意识是吗 是 是啊 好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Tupid文券 在我们看来有些你还是蛮萌的 也许刚当初他追你的时候 你的动作慢啊 然后这种 这种事情都是可爱的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他成为要跟你分开的理由了 为什么呢 长时间烦了吧 只能说你烦了 刚才是你的本性表现吗 如此斤斤计较 我们听起来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为什么在你那里都成为问题 因为有一个累加 因为你一直在忍 一直在装 到了某一个时间 你觉得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当我受不了的时候 我可以抛开而去 就像买了那么多东西 你可以放下就走 因为我背不了了 如果两个人谈恋爱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那就真不是互相相爱的 两个人相爱 一定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每个人的问题 在对方看来是可以包容的 而不是当成一个包袱 背一件 背两件 如果是这样思维方式的话 总有一天会出现 你们旅游当中那个情况 背不了了 甩手而去 这不是真爱 明白吗 如果真爱的话 对于她的缺点 对于她的问题 你是可以有容让的 是可以采取正确的方式 去引导的 所以真正你要审视这个女孩 是否能跟你在一起 你就真正把她的缺点 当成她的特点 而不简简单单是缺点 如果可以接受 在一起 如果不能接受 趁早离开 就这样 两年七个月零几天 不是她变了 而是她长大了 今年二十三是吧 姑娘 那也就是两年零七个月 那时候也就二十 二十岁的女孩子 还对你会言听计从 因为你那时候当过兵 回来 见识过社会了 你有很多 她这个年龄 不知道的 没见过的 不明白的 这些你都能够告诉她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在她心目当中是男神 你说什么 她都言听计从 但是经过两年七个月零几天 她长大了 你会发现你在她身上 体验不到那种价值感了 难道她永远不长大 永远是二十岁那个 萌萌的 对你言听计从的 那你就开心了吗 肯定不是啊 你要想获得自己被尊重的价值感 那是需要你去成长 而不是抑制别人的成长 那这个女孩 我也想跟你说 你这么可爱 这么萌 这么懂得表达爱 表达关心 你值得爱 所以有的时候 不一定我们经历了的 就一定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 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度过的 但记住一点 你必须学会尊重自己 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好 谢谢 谢谢董老师 董老师 在这个场上 唠叨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控诉 来接对方的牢底 第二种是抱怨 觉得在生活当中 你竟是错误 而我付出的比你多 但他我认为是正话反说 他无时不刻 每一声抱怨都在告诉大家 他有很多幸福的烦恼 其实你内心更多的是 在说一些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不平衡 我付出的远远比他付出给我的要多 但是我告诉你啊 就这种所谓的表达爱和撒娇的方式 表达自己存在的方式 要失可而止 更多的是在自己亲人面前 去说 而不要当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否则的话就不是正话反说 就是弄假成真的 你说呢 你还真烦他 我一点不觉得你烦他 你说不愿意帮他拿东西 你还不照样是拿了 你不照样也是背了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说说说说 最后你还是做了 你用一种相反的方式 来表达你正确的地方 所以听人说话 我一般不听他说了什么 我一般听他没说什么 不过话也说实在 你要碰到一个 稍微厉害点的女人的话 你那张嘴早就闭上了 只有他这傻傻的 还听你抱怨 是不是 是 行吧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共参考吧 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人生 自己选择 慎重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认识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是说想分就能分的 每件事情都融入着我们的感情 我只是受不了你的拖了 我就是稍微有一点累了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 去一起商量 就去改变 谢谢两位 请回 两年七个月零几天的爱情 端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来 请关门 端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更像是一场抱怨的小闹剧 我们也见识了大千世界 不同的爱情的类型 大概这也算 其中一准吧 请开门 来 借这给叔叔 这给我 牵着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嫁 嫁给我吧 希望我们可以能贪腐到老 也能欺负你 欺负到老 抱吧 抱吧 好好抱一抱 不说松手不能松 请亮灯吧 要保持一杯时 这送给你 谢谢 以后心眼不欢点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